一旦佳節即將到來 江船是耶穌誕生地的 約旦河西岸城鎮伯利恆 就被許多教徒視為是聖地 今年還湧入了大批朝聖的觀光客 但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伯利恆攻擊事件頻傳 觀光產業一度蕭條 但隨著美國總統川普 他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並且遷移了大使館 還有以色列建國七十週年等 因素的催化之下 今年伯利恆的觀光快速復甦 像是目前訂房率就已經高達了 百分之九十五了 遊客來到主蛋教堂 必須從謙卑之門彎腰進入 即使人潮擠滿教堂內外 大家仍甘願排隊等待 雕刻工廠不斷趕工製作雕像 商店以聖經說故事的方式販售紀念品 伯利恆位於耶路撒冷南方約十二公里的一個山丘上 因特殊的宗教地位以及歷史文化 觀光旅遊一直都是重要產業 2015年這裡發生多起遲刀攻擊與卡車衝撞事件 使得觀光人數跌到十年來最低 如今再度復甦 這個冬天 伯利恆有個史上最忙碌的耶誕季 去年十二月六號 美國總統川普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並將大使館遷移到耶路撒冷 此外以色列建國七十週年都被認為帶動了人潮 我們非常支持這個決定 這不是一個決定來來 但我們想看到大使館 我們站在背後 相信這是正確的動作 我相信是一種原因是 因為美國組織開始回到 Bethlehem 去支援社群 去做購物 還有餐廳 做所有類型的購物 也因伯利恆距離以色列控制的耶路撒冷不遠 不少前往以色列的遊客都會選擇把行程延伸到伯利恆 在這個月底前當地飯店旅館訂房百分之九十五 記者黃韻玲報導 對於是